Who are you 你知道有人要來嗎 我不知道啊 所以你是會說謊的人 渣男 我們最後會問 你覺得 詠嘉是什麼寫作 因為我很喜歡吃 那個荷包蛋 對 但你不是 詠嘉今天會跟你一起在這邊 體驗 兩天一夜 所以他希望跟你組成人 他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吧 我們等一下看下去 就知道要騙他什麼 你們太辜負我對你們的新人了 現在早上覺得28分 但是今天呢 其實是 台灣七夕情人集 我們準備給月哥一個小驚喜 我們現在到了那個 池場街 這邊呢 有很多很多的那種小吃 不就很像日本那個大阪的那個嗎 這什麼 新桌橋 像北海道的李小璐 可惡 像那個 我們之前有吃那種 像什麼福建麵啊那些的 老實說 我覺得還好 但我希望可以在這邊 綁回一層 各位觀眾 沒開 但 我還是很想要吃 亞山熱沙這個麵怎麼辦 有喔 那邊有一碗 我才吃的這個是 我吃不出來耶 吃不出來應該就是原味吧 分量分量多 而且它不黏牙 因為一般的有一種 那種很像麻糬的東西 不是會很容易黏嗎 它就完全不會黏牙 我剛剛是看到上面寫 網紅推薦 就忍不住想買一下 它吃起來 就跟早餐店的三明治 銀一點點而已 銀再來它的肉是肉乾的肉 整體吃起來你不會 有那種覺得說 哇 哇 吃這種 不會 我們在這邊呢 可以來點一個 無敵酒香豬苦夯米餡 然後我們有選那個 五股米餡 就是它好像 有顏色 我不確定 那它要加水 那我們普通米餡 那我已經點下去了 那你說這麼多 喔 來了來了 它的米餡呢 很Q還 還蠻勁道的 這個湯 這個湯有酒耶 有酒味有酒味 看起來很漂亮耶 喔 這有點連伴手喔 我覺得還OK 但我覺得 偏清淡 所以它可能要加一點 它旁邊的那個 醬油辣椒 如果硬要講的話 我比較推薦那個酒香喔 因為它這個 米餡類別的 本來就是他們的招牌 好 各位 現在 岳哥他現在一臉 一拍輕鬆 覺得今天工作很輕鬆 對 還在拍一張 美景 等一下就給它不一樣的美景 早上還是會想拍一些 就是美食的畫面 看它真的卸下心理髮 對 大家好好在工作狀態 阿這個是什麼 裡面 我可以講一下 大家如果有看公屋的話 對 它就像公屋裡面的那個小區 然後不管裡面有 吃阿 喝阿 嫖阿 賭阿 都在這裡 所以以前在台灣說 這邊裡面會有很多這種 酒鬼 酒鬼 毒鬼 嫖鬼 色鬼 我們今天 怎麼了 吃東西剛好也關 然後國異仔像他們裡面呢 正好在中秋節 中秋節 中秋節 他們要辦一個活動 所以裡面正在整理當中 結果我們也不能進去 我們現在做的這一間叫做 馬拉雅 Garden 然後呢 它這邊很棒 因為它冷氣很強 你看它就是做的這種很像老鼠麵有沒有 沒有像台灣的米苔木 米苔木 你的朋友嗎 嗯 嗯 可以先講一下嗎 你知道有人要來嗎 我知道啊 所以我能叫你坐這裡啊 這樣你才看不到外面啊 哪有 你剛剛跟我說這邊比較深 所以你是會說謊的人 渣男 你好 我們要是詠家 詠家 我是馬來西亞的 這個企劃是老闆想的 想說我們會去個當地的朋友們 可以陪我們一起來逛 所以不是要陪我去報案的喔 就我信用卡在這邊掉了 然後還被盜刷了 然後還被盜刷了 喔 所以你們都一直在我旁邊 耍一些心機就對了 對 剛剛騙你說 我跟老闆講這樣一件話 其實是在跟詠家同 喔 我們就是單純在大量的正面 一起去逛 往外面點刷 然後拍一些名字 我們最後會問 你覺得 詠家是什麼心機 我可以讓你待會中間 讓你問 然後最後待會 好 阿今天是七夕情人節 你怎麼在這裡 我這裡跟你一起過啊 喔 剛剛岳哥知道的 只是第一個驚喜而已 然後現在要來拍第二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他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我們等一下看下去 就知道要騙他什麼了 OK 他有口吃烤的很好吃耶 就是焦焦的 對 這個整個滷 唉唷 這個會不會是金牛 我不知道喔 這句話很多星座都會講 吃的話要配醬油跟醬油 喔 喔 就像溫泉蛋 溫泉蛋 溫泉蛋 對不對 太乾淨 不要浪費 想要搞瘋我嗎 然後一些些 然後就可以打 對它 對 因為我很喜歡吃 那個荷包蛋 喔 然後我也是要吃那個 沒有手的 嗯 對 但你不是雙魚啊 只有雙魚 之後你還可以吃 不然是雙魚 所以你看很嗆 所以我才說 它有可能是母羊啊 好 一二三 來 一二 三 一三 一二 他明強喔 他拍得很高 他說我拍得很高 他說我拍得很高 不好嗎 你覺得他不好看嗎 可以啦 無聊 我有看到血量成河 我來問一下 你覺得 永駕是什麼 新作 金牛 對 不是 不是 他打我我就會打你 他打我我就會打你 快 我要跟你講一個 又要什麼了啦 不是呢 今天怎麼這樣子啦 詠家今天會跟你一起在這邊 體驗兩天一夜 所以他這樣跟你住這邊 你們有沒有先問過我媽媽 哈哈哈哈 現在岳哥才有人幫他 岳哥以為我在開玩笑 岳哥只是手說的 他說不行 他說現在怎麼拍 你今天才騙了我 可是就執行啊 呵呵呵呵 我公司其他人會覺得怎麼樣嗎 我是有公司的 好 好 我還沒看到 我還沒看到 這樣甩脫是不是 你看他 跟Joyce 訂一間普通房 跟Joyce 訂一間普通房 跟Joyce 訂一間普通房 對阿 我就去睡那間就好 我們剛剛 呃 拍了那個飯店的開箱 嗯 然後 我前面已經猜過他一次 新作了 我猜金牛對不對 嗯 然後他說不是嘛 因為他絕對不可能是 對 雙魚 因為剛好那時候 我說到雙魚的時候 他說 雙魚是什麼個性啊 他好像講得自己沒有很了解 牡羊嗎 不是 蛤 有家你是什麼星座啊 就是上一張 所以他 也用了 我想要套他的方法 回套我耶 喔 像我們現在一樣啊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就是 有家待會要離開 啊 六點的情況 所以你們其實根本就沒有要住在一起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你們到底在幹嘛了 哈哈 好我們現在呢 來到就是美甄嶺 然後裡面呢 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可是 因為我們今天塞車 塞了蠻久的關係 我們差不多要到道別的時間了 那你覺得今天這樣子認識我 你覺得這個雙魚座有什麼 你覺得跟你不一樣的地方嗎 會不會這樣玩 還是開玩笑 不會啊 OK啊 那你那個選美還沒有結束吧 還沒有 所以大家如果呢 也想要認識一下我們的勇家的話 他的IG在這裡 可以去加一下他喔 那我們今天要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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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我說 最可怕的就是 我原本以為 疊對疊對疊 已經是我可以想得到 想不到是疊對疊 中疊對疊 中疊 太多疊子了 我不是潘娜 我差一點 就在剛剛的車上 就要傳訊息給老闆 其實我沒有跟推理說 其實你發任何訊息跟電話 他都不要接 難怪他那時候沒有接我的電話 對 是使人說的 王思雯 你知道我心中原本很純潔耶 他是說 他是說樂哥很聰明 這個就是 但你們今天這樣玩了 你們覺得我有什麼聰明 我根本沒有啊 你們太辜負我對你們的信任了 菜全部都上來了 我們今天來到了呢 就是位於基隆坡的美珍林 每一樣菜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這個呢就是 我們剛好聞了一下味道 他其實有一點像是 榴槤加辣 這應該會蠻好吃的吧 剛說的那個榴槤味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聞起來有 吃起來沒有 好 吃看看這個 他會不會是靠教教材 拿到很多分數 這當然很必點喔 然後另外這個是牛肉 他應該像是有點綠咖哩吧 好 淋上來 綠咖哩 然後野奶的粽 然後這個是蝦子 有很香的那個鹹蛋黃的味道 可以一起吃的 對 他蝦殼的味道很香耶 然後外面裹的是有點金沙 飲料就可以喝 但是沒有說特別好喝 或者是不好喝什麼的 就是很 很中間等級的 那草莓那一杯的 看起來最華麗的 那其實一開始來的時候 它的奶也是很酷的 就是我們喝那個 草莓調味乳 這一大杯其實 你喝的就是心情會非常好 那你是在心情會比較好一點嗎 還好耶 那我們目前光這樣點 幾乎都沒踩雷 這一間呢就是推薦給你們 如果你們有來西隆坡的話 也可以來這邊拍拍照 還可以身邊吃好吃的喔 希望大家呢會喜歡我們今天 酸甜苦辣 集結在一起 情緒很深很深的影片喔 喜歡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要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他是不是有雞的啊 你說這一頁嗎 XS11 蕭岩雞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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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陷阱挖得很爛